給大家看,我還這麼多東西還沒開箱 搬來到這個地方 沒有太多時間開 Mac mini在這個地方已經寄來了 差不多一個多禮拜的時間了 嗨,美式朋友朋友們大家好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幾個產品比較特別的 第一個就是 我要換掉我的筆記錄電腦 因為我現在剪片一天到晚在給我當機 可能是因為我現在剪片的內容 可能越來越複雜 所以導致它在運算的過程之中 速度越圓滿 而且我的Final Card一天到晚就給我當掉 卡在那邊不動 有可能是因為我們剪接的影片 現在有時候是用4K 甚至用4K到60幀 我到現在還不會用120幀 因為我覺得還沒有到那個必要 所以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 我要換掉筆記錄電腦 在這個之前呢 我要跟大家分享一個 我現在拍攝影片 一個新的東西 也就是麥克風 那我手上有一個麥克風 這個品牌叫做Komica 相信各位已經有一陣子都看到 Alan用的這個無線麥克風 就是用這個Komica 這一個 這一款 那其實我有很多款的無線的麥克風 這一款呢 當初我用它原來是因為 第一個它可以做到一對二 也就是一台主機對兩個麥克風 你可以有兩個來賓 然後呢 它直接可以接你的手機 可以接你的數位相機 所以是非常好用的 然後我喜歡它上面的這些數位的訊息 包含它的db值也好 或者是它可以做雙聲道 你到時候呢 在後製的時候可以自己去做調整 另外就是它LED的訊息 非常清楚 可以知道說現在到底有沒有電 那另外呢 Komica還出了一款新的 這次目前呢 比較少在市面上可以看到 它是一個指向性麥克風 我們通常呢 在拍攝影片的時候呢 會把指向性麥克風裝在上面 但是我們最常遇到就是 譬如說拍攝前面的物體的時候 那我自己本身呢 要拍攝還要講話 我聲音是在後面的 聲音就會悶悶的 那Komica這一款的最新呢 它是可以把麥克風 直接 轉到後面來 也就是我直接對著前面講話 這支麥克風收我的聲音 這支麥克風收前面的聲音 所以呢 非常特別 那我們今天用這支麥克風來拍開箱 OK 在更換我的電腦的時候呢 第一件事情就是把我的MacBook做備份 那怎麽做備份呢 其實平常時呢 我就有在做Time Machine 也就是說時光機器 如果各位有在用蘋果的作業系統 應該要知道 Time Machine是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個軟體 它本身內建的軟體 它可以不定期的 一直在你的電腦裡面做最新的備份 甚至可以回復到你指定的時間點 那我現在呢 已經做好備份了 那所以我可以直接呢 把電腦整個拿下來 然後換上Mac Mini 然後直接在這用Time Machine 把它回復到原來的狀態就可以了 在這之前呢 我們還是按照慣例呢 把這個Mac Mini的原箱拆開 來給大家看一下 因爲我自己都還沒拆 還沒有看到裡面的內容物 這是我已經很久很久沒有在買Mac Mini的 我之前有一台Mac Mini給大家看一下 找到了 在這邊 這台應該是在2014年或2015年左右 買的已經很久了 但是呢 它還頭好壯壯 這個拿來裝在電視機上面 當Apple TV 或者當這個臨時的電腦操作 其實都非常好用 好 那我們就來開箱最新的M1 開箱 哇塞 比一下 這個是新的M1 這個是舊款的 兩台幾乎一樣大小 OK來 拆開囉 好 聞一下 哇 滿滿的這個金屬的 新產品的新製品的味道 然後這邊有膠膜 這裡撕開 在後面它端子啦 我們來看一下後面有什麼端子 第一個 USB-A兩個 然後呢 3.5的耳機輸出孔一個 然後這是散熱孔 HDMI一個 然後 USB-C兩個 然後這個是網路線 這個是電源線 所以呢 跟之前的配置呢差不多 就是 都兩個USB-C啦 那其實這兩個USB-C 其實是不夠的 各位 之前為了 MacBook Pro 四個USB-C 很多使用者 都把它的 USB-A 全部都 汰換成 USB-C 結果現在買了 Mac Mini 你居然又給我 兩個USB-A 兩個USB-C 你現在是要搞死我們就對了 好 沒關係 既然買了就 用吧 就習慣它 OK 謝謝你陪我將近四年的時間 真的 它其實是非常有生產力的 但是因為 你真的已經快跟不上速度了 動不動CPU的使用率就70% 80% 所以我只好把你換掉了 再見啦 再見啦 My brother Goodbye 關機 掰掰 掰掰 欸你看你關機都這麼慢 一分鐘過後 它還是不關機 所以你看吧 我是不是要換掉它 好啦 去旁邊 好 這個是 差不多 將近快 十六七年前 我從日本買回來的 白木打的 白木打的這個散熱座 超強的 哇塞 我把螢幕刮到了 靠 剛撞到螢幕 事情究竟是怎麼發生的 年前我從日本買回來的 白木打的 啊 刮一道 OMG 哇我的桌面的空間都出來了 各位 好 來囉開機喔 321 按了 亮了 嗚呼 怎麼沒有畫面 欸 按了按了 喔有了有了 哇靠 嚇死我了 我的巧控鍵盤 還沒有跟它連上 第一次要連 沒關係 有個辦法 用lightning的線 這樣就變成有線鍵盤了 再連它的USB-C OK 有了 注意 從MAC或使光機備份你的啟動磁碟 這一台呢 是我專門來用 做這個磁碟陣列的 然後呢 備份的系統 OK 這樣它就可以找到time machine 找到了有沒有 所以我們選這個 選擇要轉移的資訊 OK 繼續 然後密碼 哇 好方便喔 各位 已經在轉了 有沒有看到 好了 就等它 今天呢 就可以開始用新電腦 OK 各位朋友們 我已經把它 恢復到 原來的 這個作業系統 然後裡面 所有的 軟件啊 全部通 都是跟原來一模一樣的 輸入非常快 我大概整個回覆 大概只花了二十幾分鐘 然後 所有的Apple ID呢 從今再輸入一遍之後呢 所有東西都全部都回來 包括電子郵件 然後還有你的瀏覽器 然後你呢 所有的其他安裝的App 全部通都在裡面 那在這邊呢 我先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這次購買Mac mini呢 所有的規格 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這次 Mac mini呢 它這次的售價呢 是兩萬零三百元起 然後用的是 M1晶片的架構 那這次M1晶片架構 我想上次 我在拍MacBook Air的時候呢 就已經跟大家分享過了 我們就不再重複了 那很多人會問說 Mac mini跟MacBook Pro 或者MacBook Air 會不會有什麼差別 基本上呢 差別呢 是不太大了 最主要還是用它的 M1晶片的架構 因為它很多的記憶體 現在全部都是單一記憶體尺 所以裡面所有的記憶體啊 全部都是共用的 甚至連顯示卡呢 全部都包含在裡面了 剩下的差別呢 就是它的容量啦 或者是它的體積 或者是它的音效 那我先跟大家分享 我這次買的 這是M1的 八核心的CPU 八核心的GPU 然後它起步呢 是256GB的使用空間 但是我要跟大家分享 256絕對是不夠的 如果你有在剪片 我會非常建議 最少要一提 那記憶體呢 一定要選到16G 千萬不要選8G 8G 你一定不夠用 那8G跟16G呢 差別了5400塊錢台幣 那我儲存的裝置呢 是使用1TB的SSD的儲存裝置 那我就要再往上夾11400塊 以太網路呢 我就沒有再往上夾啦 因為區域網路呢 其實我們很少去用到這麼高速的 最主要還是光纖 對外的連外的速度 這是比較重要 如果真的你速度要到非常快 其實連有線網路是最快的啦 所以呢 我這樣加起來 我的售價是37100塊 那剛剛你有看到2TB的裝置 為什麼我沒有加 最主要是因為它的價格差太多 要加到22000多 如果說內建的SSD不夠 其實你用外接就可以了 像我自己都用外接的 這個就是4TB的 絕對是夠用的 如果你要再剪片的話 通常我不會把我的影片 放在我內建的SSD下去做剪片 因為它會非常吃資源 吃空間 也就是說 我的剪片所有的素材 都是放在外接SSD 這樣速度會比較快 另外呢 我安裝完之後呢 然後在剪片呢 這整個過程呢 其實剪起來 其實它是比我 當然舊款的 還要順暢非常多啦 因為那款已經非常舊了 那整個使用起來呢 我覺得是非常夠用的 那將來可能也會有M2的晶片會出來 但是我覺得是這樣 早買早享受 尤其是這個是屬於身材器具 我們就不要再等了 能夠提升我們的賺錢的速度 這個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各位如果看過我之前拍的幾支影片 我光買給員工的電腦 都比我自己還好 最主要就是因為 他們是來辦公室賺錢的 所以我絕對是買最好的配備給他們使用 另外如果你跟我一樣 是使用Mac Pro的使用者 已經用習慣了 你轉到Mac mini之後呢 會有一個地方 會讓你不太習慣 就是它的音效 因為Mac mini它本身使用的 內建的喇叭並不是很好 不像我們Mac Pro 15吋的 它裡面用的喇叭呢 是用非常高階的 而且呢 非常立體 聲音也非常優質 尤其像我使用15吋或 你現在使用16吋的 你都一定會覺得 它的音效已經非常棒 你不會想要在外接喇叭了 但Mac mini呢 你可能需要另外在外接揚聲器 或者是買HomePod來使用 我先播放一段音樂給大家聽聽看 我們把它切大聲一下 它的聲音就是 非常廉價的揚聲器 給你們看一下 這個Final Card 先跟大家講 我以前要關一個Final Card 大概關10秒到15秒才關得掉 我先按結束 沒了 只有兩三秒而已 欸不到兩三秒喔 可能一兩秒就結束了 OK各位朋友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這邊 這Mac mini的開箱 各位如果有什麼樣的想法 可以在底下留言給我 或什麼樣的問題 你也可以寫在下方 如果我有看到的話 我盡量可能幫大家回答 那我們這支影片到這地方啦 希望大家喜歡 如果可以的話 幫我分享 按讚 訂閱 下次見 各位掰掰